这个大学季才开赛两个月,我们就能觉察出,在2018年NBA选秀大会上,可能将出现的四大风格各异的统治级球员,大学历史上最出色的国际球员,防守顶尖的超新星,大块头Niko Bridges,再加上一个在选秀大会上有着最好的前景,吸引人带又带伤的球星,也许今年的这一选秀盛会,我们真的不应错过,国王在这季有许多弱点带补足, 但这个赛季国王中锋位置上的问题已经让人无法忽视,但好消息是,四个前途非常光明的很棒的球员都确认参加浅秀,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德安德鲁艾顿,德州大学的莫哈米,杜克大学的马文贝格利,以及密西根州立大学的小杰克森,各有各的特点,对于国王来说看起来都很合适,让我们拭目以待这些人中的两人是如何与国王的长期计划兼容的,首先来看德安德鲁艾顿, 艾顿的首秀表现突出,同时展现了他在挡拆上的能力逐渐增强,但不擅长中距离或更远距离的跳投,腿部神经发达,垂直弹跳43.5英尺,还有着与体型不匹配的机动能力,7尺1的身高,250磅,7尺6的臂展,等等等等,如果这一些情况能够继续维持, 会让他进入NBA时就成为一个天生得分手,场均20.43,11.6个篮板,同时每场比赛还能贡献3.5次扣篮,艾顿在进攻方面就是一个天才, 在着我比你强及我在大学里无人可比的心理,他在球场上尽情吸引防守人的注意,并且享受他们面对他时的恐惧感,当然,这可能不包括上面提到的其他三个家伙, 而且,亚利桑那州立阵容里,也没有能与这三人体敌的人员,过去,国王阵中曾有着一名及副统治力的第一位得分手,还拥有拉到进区外得分的能力,现在已经离开了国王,艾顿的得分覆盖范围,让他在进攻上和考思力非常搭的观点,看起来令人信服,即使两组搭档中的任何一组在同时登场时,艾顿的技术特点都会让他的搭档感到不适,因为后者在罚球宣的战术中无法占据主导地位, 再来看新的防守换将,莫罕米作为一名身高6尺11,并有着79B站的球员,莫罕米每场能送出4.6错盖帽,拿到10.6个篮板,26.7%的防守篮板率,并且基于其惊人的协防范围,他会有很大的可能性完全改变对方的进攻策略,如果他继续改善自己一队一时的耐心,并取得更高的得分,对于29只展望未来的球队来说,他是一个有着惊人前景的球员, 随着国王的核心阵容,失去了一个真正的历史级别的篮框守护神缺少防守欲望,但不相对于其他提到的那些看起来还要很长时间才能展现能力的球员来说,看起来是国王长期先发位置的绝佳选择, 同时随着穆罕米在大学赛季中引领众人的爆发性表现,13场比赛场均15.7分,13.3晚晚,5.7个盖茂,他开始打破身高上的限制放出光芒,而在赛季早些时候,他曾因为高度限制表现欠佳,再来是我很看好的新人,马文被格力在之前的预计中,被格力本不在选秀之列,他本该还在高中,但因成功申请跳级,并在本年度提早进入了大学就读, 这样一来,如果篮球之神恳行方便,能让我们在疯狂三月看到杜克对上亚利桑娜的话,我们一定会为他们和这个拥有众多禁区聚受的大学赛季送上赞美和祝福的,因为在今年以外的任意一年,我们能谈论的大哥子就只剩被格力一人了,人们都在关注被格力将如何从大学过渡到NBA,他在进攻端打5号位,在防守端则是4号位,他的地位进攻表现强眼,篮下命中率54.9%, 在CNJ统计的各种趟路中,以被身担打最为强悍,每回合就能得一分,命中率84%,路况和协防上的前置却只展现出冰山一角,再加上身高低于当今NBA中锋的理想高度,他在更高级别赛事中的前途受到争议也是理所应当,不过被格力的杜克师兄塔图姆也曾被扣上过过度高钩的帽子,但现在早摘掉了,目前被格力场均能砍下22分和11个篮板, 并有63%的真实命中率,而这是在前美最大最好的大学校队里打出来的,到了NBA则确实会有更大的发挥空间,会有比他投篮更好的优秀空位与他搭档,教练也会更积极地要求他专注于防守,最后是小杰克森,以及其他几位受到广泛关注的大哥子,兼具优秀身材与技巧的艾顿, 爆发力极强的被格力和臂斩达到7尺9寸的莫罕米,我们很容易忘记另一位在密西根州大效力的4号位前立新星,小杰克森前写为JJJ,甚至还并不是他所属球队中最炙手可热的球员,不过,在大多数的赛季中,他是足以锁定前五顺位的存在,把其他人的数据和小杰克森比上一笔, 就会发现几个事实,他的出手比其他几位都少,数据却依然不落下风,他的很多出手都离篮框比较远,他的三分出手数几乎等于其他三人的总和,而且有次人中第二号的真实命中率,仅次于第一位的艾顿,由于现在他只是球队的第三选择,上述高效率可能会在他承担。